现在不只是服装要跟上流行趋势 家具家饰也要跟着潮流走 至于今年秋冬居家摆饰流行什么风格 快来听听玉笛家具总经理沈永伟先生怎么说 今天我们古宝长的款式 它不居于这个很自私的 三人沙发两人沙发 你现场看到的沙发 它都可以去做角度的变化 可能我们加了一个三角的机 或者说我们加一个长方形的机 那甚至我们有一些弧形的沙发的款式 还有就是在精致手工方面的话 我们还是依然表现在非常精致的丝绣手工 在我们的家室家具 通通会有这些高级工艺的表现 除了打破制式框架的多变外形设计 跟精致刺繡外 今年顶级家具的颜色也回归自然 像是原色皮革的类马具设计 或是奢华与大自然风格兼具的湛蓝色系 就连皮草方面也以不染色的天然皮草为主